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 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 诚意即将开启罢评模式 五部新剧为波仙火,你最想追哪部 说到诚意,大家应该都是很熟悉的 出道以来,饰演过不少作品 很多剧都是很不错的 长相帅气,演技也精湛 自从出演流离这部仙侠剧之后 人气和口碑更是暴增 也因此吸粉无数 诚意的资源也越来越好 并且有不少好剧为波仙火 比如这几部没有播出的电视剧 相信总有一部是你期待的 喜欢追剧的朋友就一起来看看吧 一集详文《莲花楼》 原著故事是男主理湘怡原本孤傲自傲 在经历了一场变故之后 变成了莲花楼楼主理莲花 就连性情都变得慵懒落魄 从无人匹集的门主 到插科打混的李莲花 她的经历是无人能想象的 这部古装剧也是陈毅主演的 陈毅的古装扮相是非常帅气的 剧中的男主皮肤白皙 看似慵懒 其实睿智 这样的人设相信陈毅 还是可以轻松驾驭的 二男风之我意 该剧改编自七一微的同名小说 讲述了为了寻找天然药物的药物研发员 傅云深与前往欠发达地区进行医学调研的外科医生 朱旧相遇后 开启的一段相爱相杀 相互治愈的恋爱故事 这部现代剧观众应该都是很期待的 还是诚意合章与希主演的 两人已经是多次合作了 光从剧照看来 就直接将观众的期待值拉满 两位演员不管是颜值还是演技都是很不错的 相信播出之后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 三星素威光 天才短道素华运动员和素在玉归国 却发现一直声称过的 很好的前女友吉星正面临素华俱乐部倒闭的困境 两人中剧 不免想起小时候和素和吉星 曾是韩光体育大学短道素华队的队友 冲进了大运会决赛圈 可随后队伍却解散了 最后他们终于找回了初心 也找回了彼此 这部现代剧是观众喜欢的 导演的实力还是很不错的 比如加油外星人加油儿女舞 就是他的作品 而且还是诚意和关晓彤主演的 作为童星出身的关晓彤 观众还是很期待的 并且这次诚意饰演的还是以为短道素华的运动员 还有王大陆的加盟 真的是看点十足 四海仲明 四海仲明讲述了喜欢田园生活的少女男言为了救母亲 开始踏上仙途 在因缘巧合之下与在人间游历的帝君激阳相识 又在阴错阳差之下与帝君激阳种下了同心锁 一场命中早已注定的因缘缓缓地开启 这部剧还是一部大制作 剧情是比较令人期待的 并且导演程志超还有过《活色生香》《旋风少女2》等作品 并且暂定的女主是李依童 同样都是古装剧 有观众担心会审美疲劳 但相信只要剧情精彩 还是会给大家不一样的惊喜的 五 长安诺 该剧改编自苏默的同名小说 主要讲述了女主严旦与应渊君之间的爱情纠葛故事 这部剧是杨子和程亦主演的 两人都是高颜值演员 演技都是很不错的 出演过不少作品都是很不错的 相信这部剧在播出之后也会成为爆款作品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分享成一味波鲜火的这几部电视剧 每一部都是很不错的 搭档的女演员都是高颜值实力派 不知道你最期待哪部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框和大家一起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